你好 博主 我预算十六七万买车 开了这个三连欧兰德 又开了本田的CRV 这两款车我开的都差不多 请问问博主哪个性价比更高 哪个日控使用起来小毛病少 并且那个我是正常上下班 省心省油就可以 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那就这个粉丝朋友说的 我想问问老铁们 你们十六七万会选择三连欧兰德还是本田的CRV 可以在后台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为这个粉丝朋友也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主发评论 点赞 那对这个车的评论好也坏 无非就是对这个三大件还有驾驶感受做一个评断 这毕竟是天天开着它 三大件的可靠性是非常主要的 非常重要的 至于外观和内饰 罗伯白它各有所爱的 我们就不说了不重要 那我们就先说一下三连欧兰德的发动机还有变速箱 那么售价是十五万到二十一万 这个价位有2.0升的智安吸气选择 还有2.4升的智安吸气可以选择 都是搭载的模拟六档的CVT变速箱 还有五座可以选择 还有七座可以选择 这个非常好啊 这两台车都是紧臭级的SUV 但还有七座可以选择 你别管我的车大小 我能让你选择上 是不是 还是非常厚道 非常给力 非常实用的啊 并且还有两驱版本 四驱版本可以选择 当然你花十六七万这个价位也只能买到这个2.0升的两驱版本 四驱买不着 如果你要是预算高一点上十八万多 可以买到2.4升的四康级版本 那个性价比非常高 当然了 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正常我们家用也是完全公用的这个动力啊 也是完全公用的 扭矩达到了201 马力达到了166 绝对是公用的 如果说预算不充足 就可以上到2.0升的 完全可以 那么轴距是2670 非常不错 前面后面也都是独立悬挂 非常好 做完了三辆奥兰德 我们再说一下本田的CRV 售价是16万到26万 那么为什么它的高配这么贵呢 因为它有个油电混合版本 所以说要贵一些 燃油版本都差不多其实价位 那它有这个1.5T的涡轮增压燃油版 还有2.0升的油电混合版本 你这个167万 也只能买到1.5升的这个燃油版本 1.5T直奔沃兰德亚发动机 也匹配了个CVT变种仙 这个扭矩是243 马力193 明显这个扭矩马力要比这个 2.0升的这个 萨兰德啊 扭矩马力要高一些 但是实测油耗呢 萨兰德的油耗是 七八个八九个油 但是CRV呢 稍稍能高一个油到两个油 九个油到十个油 轴距都差不多 都是2600多毫米 前面后面都是独立悬挂 那说完了发动机变动箱 我们再说这两台车的 驾驶感上有多么的不同 那么三菱嘛 大家都知道 它这个底盘的悬挂 操控偏向有一些 有一点点操控运动的感觉啊 它不完全倾向那种城市SUV 而这个 本年CRV是完全的倾向于 城市代步那种 CRV这个城市代步那种 SUV的质感 这次这两个车的最大的感不同的方便 那么至于加速方面呢 底部阶段 还是后速加速阶段 都是这个 本年CRV呢 稍微快一点 毕竟呢 1.5T沃轮加发动机 这个沃轮接入之后啊 有一个爆发点 所以说那个推背感 还是有一点点的能感觉到 但是由于一个CVT变速箱的一个加持呢 它扯后腿 所以说这个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啊 如果是配上AT变速箱 或者是双离合变速箱那种推背感就强了 加速感就很强了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沃轮增压发动机 还是比这个欧兰德 加速有稍稍有爆发点的 但是欧兰德2.0升起步加速 也是共用的 完全共用 只是说后驱加速的时候吧 没有这个CRV那么猛 因为它毕竟是自然吸气嘛 它没有沃轮增压的加持 对吧 所以说这两台车 就发动机四大件来讲呢 都是CVT变速箱 质量都差不多 就是只要你不去说这个激烈暴力驾驶 正常去驾驶开的话 正常保养 啥事都没有 偶尔的一次两次也无所谓 但是路发动机而言 这个1.5T的这个CRV 直喷物 直喷物轮价发动机 它没有这个 三辆奥兰德的自然吸气靠谱 因为自然吸气嘛 更加稳定 并且平时保养还便宜 1.5升呢 保养稍微贵了一点 但是没贵哪去 但是它肯定是故障率 要比这个自然吸气要高一些 但是本田的1.5T 无论这家防动机 质量也是可以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行车质感上 至于隔晕呢 底盘的扎质感 两台车都差不多 欧兰德像 稍微超过有一些偏灵活一些 而这个CRV呢 有一些城市化 笨动机的感觉 别的大的区别没有 两台车 要关外观 罗伯白的各有所爱 内饰方面呢 还是CRV用料 更稍微好一点 丑着整个整体的高档一些 高级一些 而欧兰德的内饰呢 丑着有点太寒酸了 塑料感极强 就是这种感觉 那有没有买过 这辆款车的修行办 或者是有没有开过 这辆款车的修行办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再评论去见 那么这两台车 可以说 如果你想要日后 真正的省心的话 那塑料欧兰德是不错的 那CRV呢 由于有这个 机油乳化这个事件呢 所以说热度不高 但是现在这个 机油乳化这个毛病呢 已经改掉了 改掉了 但是说 这CRV始终是热度不高 但是欧兰德呢 现在热度确实挺高的 大家觉得 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 可以再评论去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